美国福布斯财经周刊今天发布本年度我国50大富豪榜 虽然受到令吉贬值影响 但在马股上涨推动下 这50名富豪的净资产反增2% 达到834亿美元 折合近4000亿令吉 至于我国名列第一的首富 依然是百岁高龄的亚洲唐王丹斯里郭赫年 已高达115亿美元 折合约551亿令吉的身家居贯 一年一度的福布斯大马富豪榜出炉 令吉近期不断走扁的负面因素 并没有对我国50大富豪的财富造成太大影响 相反的在马股上扬9%之下 这50名巨富的净资产逆势上涨2% 增加到了834亿美元 折合将近4000亿令吉的惊人数字 今年高居榜首的亿万富豪 依然是唐王郭赫年 他以115亿美元 折合约551亿令吉的身家 继续蝉联首富 排名第二的是风龙银行创办人 丹斯里郭令燦 虽然他的财富从去年约488亿令吉 下跌到今年的421亿令吉 但还是作压忘冠 我国第三富豪 则是大众银行创办人 郑鸿彪的家族 他们累计的财富略有上升 达到258亿令吉左右 近年来大力发展产业和种植的 IOI集团 股票水涨船高 使得涨舵人兄弟 拿督李耀祖和李耀生 身家暴涨到256亿令吉 首次挤入首富榜前5名 原本名列前茅的金属业大亨 丹斯里管保强家族 受到屡价滑落和需求疲软拖累 资产减少到254亿令吉 屈居第5位 此外近年来受到敛财官司困扰的 电讯巨头丹斯里阿南达 依然保有高达230亿令吉的财富 稳坐第6位 说到资产增幅最大的富豪 绝对是丹斯里杨素斌家族 在杨中理机构经营有道下 他们的财富也翻倍到了225亿令吉 排名从去年的第14 1月到第7名 躋身10大富豪之一 创办双微集团的丹斯里谢富年 同样以双倍增长的财富 也就是约115亿令吉 首次名列第8 至于第9和第10名 则分别是坐拥百亿身家的云顶集团掌舵人 丹斯里林国泰 以及打造权力资源的谢松坤家族 他们共累计约86亿令吉的财富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50大富豪榜中 共有四位新人入围 包括两对继承人 排名第12的丹斯里加纳林干家族 这名西港控股创办人去年逝世之后 他的家人继承约76亿令吉遗产 同在去年深雇的赌场大亨曾力强 也将52亿令吉的身家留给亲属 让他们一家成为排在第18的富豪 中文字幕 李宗盛